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今天是2月6号 但愿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语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也能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 就是说以色列呀 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个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文士对耶稣说 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烦记和各样记事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 就对他说 你临神的国不远了 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 在这段圣经是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第四段的经文 前面耶稣面临了跟西律党人的 透过纳税给该撒的问题来拷问耶稣 是要试探他是否有什么政治上的企图 但是耶稣并没有落入他们的圈套当中 再来耶稣面对撒多该人的这个理性主义的问题 他们并不明白圣经 所以他们就不接受 撒多该人他们不相信灵魂 也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 耶稣便指出他们的错误 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 他们就不愿意接受神的大能 圣经里面的真理 跟他们好像就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第四段是耶稣跟文士的对话 我们知道文士在当时是大有学问的人 在二十八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 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当时的文士在讨论一顿经文的时候 通常会引用不同拉比的看法来进行辩论 那是一个大文士 他思考很多的问题之后 他想要考导耶稣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 耶稣回答他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 以色列啊你要听 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在这段的经文是从 生命纪第六章四到五节出来的 那文士 他们都很明白 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学习的 所以耶稣他回答他的问题之后 他们 这个文士他也附和了耶稣的答案 所以在二三到二三节 那文士对耶稣说 父子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凡几何各样的祭祀好得多 宗教的祭祀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但是耶稣却指出了 如果不是全心的来爱神 那些祭祀奉献 只是做一个仪式而已 最重要的是要专意爱神 所以当他听见耶稣的回答 他便没有话可以反驳 他只能说 实在不止你实在说的不错 意思说你说的都没有错了 最后反而是耶稣给他的一个正面的评价 对他说你离神国不远了 离神国不远的意思是 他已经合乎神国度的要求 他已经达到了进神国的资格 但是不远这个词表达的一个意思是 虽然你很接近了 但是你不一定进去 原来有智慧 并不代表已经进入神的国 即使有智慧有名气的文士 可能他们都还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 所以耶稣在教训 在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 要来爱上帝 可见这个文士的 这是文士的问题 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问题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 跟我们所教训别人的是一样的 或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爱人 我们却没有爱上帝 人很容易在爱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迷失了自己 或是在爱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受到伤害 因为我们终究是很有限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尽心尽性尽力 来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顺服神的旨意 并且明白神祂的心意是什么 其实把耶稣把这个大诫命讲出来 是要提醒我们 爱人跟爱神是同等的重要 也是比我们的奉献服事 或是做各样的事工更重要 但愿我们都能够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神 也爱人如己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 先爱了我们 为我们舍了祢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 让我们愿意学习全心全意的来爱主 一生来侍奉祢 愿我们一生讨祢的喜悦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你今天得着神丰富的恩典 我们下次再见